这是红细胞特别小组成立以来 接到的第一个实战任务 而此次的狙杀目标 正是无恶不作的国际雇佣兵蝎子 可就当所有人都准备登机时 何成光却注意到了桌子上的照片 他总感觉照片里的人似曾相识 原来何成光的父亲刚去世没多久 蝎子就曾穿着军装找到过他 这时的何成光才反应过来 蝎子所说的战友是一起战斗过的人 但此时的何成光并不知了 杀害父亲的凶手正是蝎子 在梵天雷的瞩目下 小队成员顺利的登上飞机 他们互相传递着蝎子的照片 因为此次任务是近距离暗杀他 所以每个人都要牢记蝎子的真相 一看这个人的眼睛 这个人的手上肯定有很多血债 这个人绝对鞋跟手黑 在一番调侃过后 小队很快就抵达了当地的派出所 而负责此次行动的温总 则详细介绍着蝎子的情况 他表示蝎子就在当地最大的犯罪逃火里 并且以刘海生为首的两三百号组织逃火 各个都配备有精良的武器装备 如果硬弓的话不仅会造成大规模的伤亡 而且很有可能会让蝎子趁机逃跑 为了确保计划的顺利进行 温总决定等内线提供出准确情报 可听到此话的小队成员 却对内线的可信度提出了质疑 为了让大家心里有个底 温总还是决定将内线的信息告诉大家 他的代号叫西贡玫瑰 因为和刘海生有着杀父之仇 所以他绝对不可能出现叛变的可能 众人听闻也便放下了心中的疑惑 于是到了晚上的时候 红系包小队便悄悄潜入了山寨外围 而此时的西贡玫瑰也在精心打扮自己 其目的就是为了靠近蝎子 以此来为警方获取更多的情报 在美色的诱惑下 即便是身经百战的蝎子也很快沦陷 两个半小时后 睡醒后的西贡玫瑰缓缓缓来到沙发面前 但没想到谨慎的蝎子却直接掏出了墙 这也让西贡玫瑰顿时来了兴趣 于是两人便粗息长谈 原来在蝎子13岁的时候 一场战争带走了和他相依为命的爷爷 并且还被游击队抓去当了战士 从那时候开始 西贡玫瑰得知蝎子悲惨的童年后 一股怜悯之心油然而生 于是他便把警方的计划 和自己是内线的消息全部告诉了蝎子 也正是这一晚上的谈话 将会让精心准备的特种兵们进退 再看